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咱们的标题就是 大家请看 Budelstrap4初次使用 初体验 咱们体验一下 看看是个什么滋味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Budelstrap4的支持技术 第二个是从模板开始 咱们从零编一个网页 编一个属于Budelstrap4的网页 咱们先往下看 首先是Budelstrap4的支持技术 Budelstrap它其实用到了两个技术 首先说JQuery是必须要掌握的技术 第二是Pulper.js 这个是一个2chip弹出框的组件 这个您了解就可以 但是JQuery是必须要掌握 为什么 因为我上期说过 在这个Budelstrap4里面 有很多的组件 这个组件需要和用户进行交互 那么收集用数据 进行数据交键等等的操作 都会用到JQuery 所以JQuery是您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术 今后我想可能再开一个课程 专门讲解一下JQuery 目前还没有 今后是我的一个预定 这是后话了 咱们再往下看 然后接下来咱们从模板开始 从这个Starter初始开始 初学者开始 好 咱们怎么开始呢 咱们看 咱们首先进入Budelstrap的官网 然后从文档页中提取页面的初始模板 应该是从这个网址进入 但是为了让您更明白 我不从这个网址进入 我从这个网站的根进入去 咱们看一下 稍等 我这是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从这个官网的首页 点击这个Document文档 然后点击这个GetStart 在这个地方 它给咱讲解了 如何快速的使用这套框架 对不对 首先说 引用一个CSS一行代码 然后引用这个JS Java脚本 三行代码 这一行代码没说的 就是这个Budelstrap的 自己的CSS文件 然后这个JS 包括三个 第一个是JQuery 应该是JQuery的插件的组件 然后还包括 刚才我跟您说的 Poper 这个是弹猪矿 次数器部所使用的 一个Java的组件脚本 还有就是这个Budelstrap 咱们自己的JS 要引用这么三个JS 其实不是很难 就是说咱们在这个文档的网页头部 包含一个Budelstrap的CSS 然后在这个文档的底部 包含三个Java脚本 就相当于说 咱们这个网页具备了Budelstrap4的功能 好 再往下 这是初始脚本 咱们看一下 初始模板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这就是这个初始模板 我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实际上运行一下 其实这段代码 我已经拷贝到我的教材当中了 就这个地方 实战演习1 CDN 为什么叫CDN 因为它是引用的CDN的文件 咱们看一下 这段代码 是我刚刚从网站上拷贝过来 唯一的不同是 在哪里 这个地方 语言的位置 语言的位置 默认的网站是英文 我给它改成了简体中文 没说的 然后网页是UTF8的编码 没有问题 这个是响应式 多平台显示 自动响应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是Budelstrap的 CSS的include 这个大家请看 它引用的不是本地的CSS的文件 而是从网站下载 这个是一个CDN的方式 这个在国内 如果用这套框架的话 我不推荐您使用CDN 除了咱们国内 能访问到CDN服务器 一般CDN服务器 国际的CDN服务器 在国内可能都会被强调 所以我不推荐您使用CDN的方式 在国内起码不推荐 在国外 定乡别论 好 然后是网页的title Hello World 这有没有问题 让这body里面 h1是一个网页的说明 网站的大标题 Hello World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是三个script的引用 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 jQuery 包括这个Budelstrap 自己的js 这就是初始模板 换句话说 咱们有这套模板 就能够实现 Budelstrap4的基本功能 好 咱们把它拷败一下 咱们实际上试一下 看看这个模板 给咱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网页 我把它拷败过来 叫indexe 赵总 我这鼠标挡着呢 1.html 为什么叫1 因为一会儿我还会有个2 好 这个是Budelstrap官网 给咱带的默认的例子 我现在运行一下 Lesson2 然后是indexe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 它给咱带的默认的例子 咱们看一下网页的简证 控制台 如果没有任何的报错的话 就说明咱们这个Budelstrap 引用完全的成功 没有问题 如果咱们这个include 没有引用成功的话 这肯定会报错 在控制台里面 目前没报错 说明咱们这个网页 已经具备了Budelstrap4的功能 但是由于这个是CDN的方式 我不推荐在国内使用 那在国内怎么办 咱们往下看 我这还有一个实战实习2 本地引用 Local 这个非常推荐 那也就是说 咱们要从官网 去下载Budelstrap4的发行包 包含在咱们网页的目录当中 才能够使用 那怎么下载呢 咱们看一下 这是直接的下载网址 为了让您觉得简便 我从主页再给您进一遍 咱们再看一下 这刚才的位置 咱们回到主页 这是Budelstrap的官网 对不对 咱们点击文档 然后点击download下载 然后点击这个 大家请看 这个download 叫做CompilerCSA 这是编译过的 压缩过的 最小化的CSA文档 这个要推荐您 用在生产环境当中 从这点下载 下载 它会下载成一个ZIP的文件 然后我已经下载完 并且解压缩 在这个位置 大家请看 Budelstrap-400DIST 就这个文件 这个ZIP文件 包含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CSS 一个是JS 都跑进来 它呢 大家请看 都加一个MIM嘛 换句话说 它是最小优化后的文件 这个是用在咱们的生产环境当中 但是大家注意 我这还有一个Other的文件 这是什么 大家请看 里面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JQ 一个是Poper 换句话说 这两个文件 也是Budelstrap-400DIST 必须的文件 对不对 但是这两个文件 如果您没有的话 这套困卡能跑起来吗 跑不起来吗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两个文件 也下载下来 包含在这个Other的文件夹 其实咱们从网页上下载 是不在这个文件夹的 我呢 给它手动下载完 您呢 可以直接的引用就可以 好 那既然咱们都下载完之后 那咱们再回到 我的这个教材当中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就是我给您做的一个 这个本地引用的模板 我呢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实际先运行一下 看完效果之后呢 我在I行给您做一个讲解 这个咱们就叫做index2好咯 好 咱们先看结果 返回 然后直接刷新一下 二出来 点击 跟刚才是一样 对不对 而且控制孩子也没有报错 好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网页的内容 简体中文 UTF8 这是多平台 多screen 多屏幕显示 然后这个 请看 这个是引用的本地的 BuddleStrave 4的文件 加下了CSS的 BuddleStrave最小化的CSS 因为是最小化了 所以下载时间的比较少 这两行是标准的模板内容 接下来这三行 引用的同时也都是本地的内容 这样的话呢 咱们网站就不会说 我这个CDM被抢 我用不了 不会 但是呢 就有一些问题 增加客户的下载时间 但这个时间现在都宽带嘛 所以这个时间应该说 可以接受 好吧 我看以上就是这期 我给您讲解的 如何开始一个 BuddleStrave 4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这段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 看中文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